2015年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 正式启动了基于区域生态效益的PAPS和有毒化学品管理项目 该项目是中国第一个以区域为基础履行PAPS公约 并落实国家实施计划的全球环境基金项目 这个项目的理念来源于从摇篮到摇篮 目的是结合中国的实践构建出一套更加本土化的生态效益管理模式 早在1991年 美国建筑师威廉·麦克唐纳与德国化学家迈克尔·布朗加特一起 以樱桃树的生长模式为例 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是未来工业生产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这就是从摇篮到摇篮的循环发展模式 C2C里面从生产设计环节就开始关注每一项所用材料 和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它包含三个核心部分 垃圾皆为养分 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尊重多样性 在最新发布的从摇篮到摇篮产品认证标准4.0中 一共包含四个认证等级和五大标准评价类别 目前全球已经有大约700个种类的产品进行了C2C认证 例如荷兰芬洛市市政厅和菲利浦公司 C2C里面超越了传统环保的减费目标 倡导零费结构 这与中国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的理念高度吻合 2007年好孩子集团率先在国内引入C2C里面 陆续有三款产品通过了C2C产品认证标准的银级认证 而在天津和山东东营落地的项目示范区 则是针对国内外的PUPS和有毒化学品管理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 选定价值链上的千续电池行业和石油开采等企业作为试点示范 旨在加强企业对生态效益管理理念的认知 加大化学品悬生命周期管理理念的实践 并创建可持续的绿色工业链 此外 为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区域和产品生态效益认证指标体系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还开展了国内外认证体系和案例研究 对天津示范区进行了实地调研 同时为了加大项目理念的宣传教育 南方科技大学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建立了生态效益智库公众号 传播生态效益管理 化学品管理及绿色供应链相关知识和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将生态效益理念纳入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体系 并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通过开展从摇篮到摇篮 专家解读云直播和明师进校园活动 采用世界环境杂志等多种形式宣传项目理念及成果 所有这些努力都将促进生态效益管理理念在中国的推广 减少乃至消除PUPS和有毒化学品对中国生态系统的影响 并提高区域生态效益 最终实现中国经济与环境的再平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